日本军官手起刀落 便砍下台湾小孩的半只手臂 周围妇孺苦苦哀求 小孩也疼得在地上打滚 可军官依旧不管不顾 看着木架上的人头骨 他打心里瞧不起这群土著 于是军官再次挥到历史 而在当年的台湾 就算是未开化的野蛮人 也远比当今有血性 塞德克人世代生活在台湾的物舍山区 他们分为多个支流 但无意的头才有资格在脸上纹上图腾 有了图腾 死后便能越过彩虹 进入祖林之家与仙人团聚 而莫娜作为马赫坡部最英勇的壮士 他15岁那年便独自狩猎成功 在脸上画上图腾 父亲非常看重莫娜 认为他会接手自己的头目之位 成为马赫坡的首领 然后进一步同龄整个塞德克 因为到了与其世代为仇的盗泽部落 两部落多年为了猎场的主权僵持不下 年轻气盛的莫娜出言侮辱 其中一个叫铁木的少年也放出狠话 在到另一个山头时 曾经的马赫坡已经抑制 太阳气高高悬挂 所低等女佣 花岗一郎和二郎 作为从小接受日式教育的塞德克人 一边为同胞唾弃 一边无法融入日式社会 这日 一郎的妻子产子 他急匆匆赶回家 在气之中 苦内心折磨的还有一个人 那就是曾经僻腻一切 意气风发的莫娜 一个叫八万的孩子 因为运动会跑赢了日本小孩 而挨了老师的打 他愤愤不平地向莫娜 倾诉学校里的种种不公 可回应他的只有沉默 八万说 我祖父说你年轻的时候 是一位英雄 莫娜笑了笑问 那他觉得现在的我还是英雄吗 不知道为什么 八万还是信任这个 一直这个从未反抗的组长 成年里就要到了 他问莫娜 可以带他去猎场吗 语中的莫娜缓缓回头 木头只是破了一点皮 日本人便暴跳如雷 正当塞德克人忍无可忍时 莫娜赶来 及时阻止了这场冲突 他强行压抑住了族人心中的怒 同时他也知道 隐忍绝非长久之际 一切都带更大的爆发 为了唤醒族人骨子里的血型 时隔多年 莫娜再次组织了狩猎 这次 他带上了少年八万 就在八万追逐猎物之时 他们碰到了一同狩猎的盗则部落 昔日的小萝卜丁铁木 已经长大成人 成为了盗则的首领 他们拔刀相助 铁木还在领着悲哀的情绪 莫娜收起了枪 默默离去 几天后 马赫泼庆祝节日 族人们再歌再舞 警察吉村赞吉村敬酒 不吃吃罚酒 这盛大的节日 围观的族人再也忍不住 达多抄起刀就要猎人头 此时莫娜再次出现制止的冲突 隔天 他带着达多去向吉村道歉 可吉村绝不原谅 坚持要将此事上报 不久 案件便被上报到了日本警署 一郎有很多冲突 二郎说自己从小看到莫娜 就不由自主地害怕 总觉得她藏在披风里的手 永远持刀待发 莫娜是不可能被日本人驯服的 可加在族人期望和日本人威胁之间 一定有很多无奈 于是两人想起自身命运 我们不也是这样的吗 一郎劝慰 再忍20年 等我们的孩子长大 他们不会被歧视了 一郎担心莫娜起义反抗 他来到猎场 问莫娜是否还记得去日本内地的事 吸水的石头多 可是我杀日本人的心 也比山还要坚固 一郎补到 我从未忘记自己是塞德克人 和日本血拼指挥灭族 我也是为了你们好 莫娜唤了一生一郎的塞德克名 一郎眼见劝说不得 便问能养精蓄瑞20年再返吗 死去的父亲忽然出现在身后 男人望着栩栩如生的阴魂 愧毁道歉 他未能阻止日本人的侵略 也没能守住祖祖辈辈的猎场 父亲不语 只是唱起了代表塞德克荣耀的狩猎之歌 歌声响彻山间 莫娜伸手想要触碰 真正的塞德克扒来可以输去身体 但一定要赢得灵魂 参加此次起义血迹的只有六个部落 其中有和歌部落的族长依然不愿意 他知道这是一场会被灭族的血迹 和歌族长这才结果枪 次日清晨悄然来临 日本人一如往常殴打着塞德克孩子 在生气一世中 一个塞德克人出其不意地猎下了人头 塞德克扒来的又将是怎样的结局呢 预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塞德克扒来 比起《质子之心》等片 比起台湾省近几年的牛鬼蛇神 显然是具有血性的 但因为小岛一直没有孕育出具有向心力的文化 导致在大局面前 各个势力依旧不能联手抗击侵略者 而是选择厮杀内斗 塞德克扒来这部电影别于抗日主题 它是一部记录民族历史的